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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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讲话的这个很震惊的就是傅士林 他们合作出了这本书 他客气了说这个昌正浩老师他是口述 然后士林去采访应该不是 因为士林他自己也懂 那他自己书里面的每一家店 这里面有30家迪化街 大道城迪化街里面的这个美食的 不管是小吃餐厅或者是摊档 他都有去过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态度 虽然有人口述 那个只是一个引路了 我觉得他自己再去跑一遍 那昌正浩老师呢 他有那么多的身份啊 他当然他最有名的就是2012年 创办的那个麦造那个餐厅啊 还有他也创了一个叫麦味的这个面店 那就是很有名 那个大家可以去看 因为那个跟米其林推荐都有关 那那大家可以去看 但是现在是昌正浩老师啊 自己自己出身和定居在地化街 所以他对在地的这个穿街走向 一定一定是非常了解 然后哪些食物好吃 甚至是哪些餐厅在几点钟才会好吃 他都搞得很清楚 那士林呢就跟他合作出了这本书啊 那我觉得我很高兴 为什么 我每次到那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这家到底对还不对 你知道吗 怎么吃才对 对还有怎么吃才对 还有什么时间来才对 对对对 然后那地方街 我比如说有个大庙有没有 那个地方 慈圣公 对然后然后 我就不知道这里到底哪一家 其实严格讲了 每一家都有各自的特色 我一直都觉得啦 我觉得食物这件事情很主观 就是对了你的口 对了你的胃就是好吃嘛 你不喜欢 那没有对错啊 没有谁输谁赢啦 对不对 在主观上来讲是这样 对那就是我们去根据一个作者 你认同他 OK他介绍你就去 你不认同他 那你就不要去 但你不要说你不认同他 他介绍的餐厅就是烂餐厅 不见得啦 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 每一个人的这个口味 好了 斯林在我们现场 斯林刚刚一直忘记介绍你出场 重新来一遍 现在来介绍本书的作者 慕斯林 斯林在我们现场 嗯 嗯 姚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 这本书叫大道成滋味 对大道成滋味 呃我跟那个这位作者 嗯 昌正浩 我叫他Chris Chris 那很多人叫他唱歌 你知道你一讲英文名字啊 就会觉得 诶听起来很年轻哦 他很年轻啊 他跟我同年 我们是荣幸幼稚园的同学 哈哈 因为我跟迪化街 有一点点约约 哦为什么 我的那个外公 舅舅 爸爸 什么仪仗 他们都在迪化街做生意 开店 然后你爸爸也是啊 我爸爸也做啊 纺织 然后最早是我外公 我外公在台南开布行的 做批发 后来在 也是在台南永乐市场 后来在台北永乐市场 哇 所以也是做批发 所以有股情感 那在那边做的生意很大 后来我小舅舅他们还涉足了那个 比如说墨西哥车轮包的进口的 哇 这些生意 嗯 那所以我 小时候住在秦光市场 嗯 啊我们家的亲戚什么表哥表妹什么都是 都在迪化街 都在迪化街 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有一有一些熟悉度 嗯 但是我认识唱唱歌的时候呢 他很得意嘛 他就跟我说 他生在迪化街 我说那你念什么幼稚园 他又很得意的说 荣心幼稚园 好像普天之下 不会有人念荣心幼稚园 荣心幼稚园 他很小啊 一个很小的学校 可是荣心 荣心和尚团最有名 对对对 荣心和尚团的指挥老师是我中三国小的音乐老师 哎呦 林林珠 哦 林林珠老师 哦漂亮 又又非常有才华 哦 那荣心幼稚园 我就想烤 他是不是真的荣心幼稚园 怎么烤 怎么烤 荣心幼稚园吃的点心很特别 我们吃鱼丸汤 哎呦 你就烤 烤他 对 鱼丸在这个大稻城这个地区 是一个很妙的一个食品有百年老店的都有很多都现在还很多 对啊 但是鱼丸的这个好不好吃跟我们现在的鱼或多少也有关系 那我们小时候吃到的鱼丸真的是很棒 那这位这位那个 而且很纯 是因为以前比如说福州玩好了 像那个老阿伯胖鱿鱼跟那个 他现在还在嘛 他早年用的就是海曼 因为他要用那个白肉鱼来做会比较好吃 可是后来你那个海曼越来越贵了 对 所以只要是白肉鱼都可以做 但是现在你能补得到最多的一个就是鲨鱼嘛 嗯 所以大部分都是鲨鱼占很大的比例 OK 那例如说我小时候吃鲨鱼丸 那现在那个鲨鱼也没那么多了 虽然一年四季我们大概有五到七种 鲨鱼的鲨鱼将变成了很多不同丸角的一个接着剂 你知道吗 是 但现在还更多是修饰淀粉等等什么某某椒之类的 像甜不辣 我小时候吃的甜不辣是 纯的 每一个形状甜不辣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一定的 就跟日本就是跟日本鱼版或是关东煮 它有不同的鱼种还有调味嘛 现在你去吃甜不辣好像通通都一样嘛 长相不一样 味道一样 包括口感那个Q度都差不许多 对 就失去了一些传统小吃的一些滋味 可是我相信在迪化街大稻城里面应该还有一些老店 他用最传统 有会比较会稍微讲究 因为这些都是老店 唱歌这本书我跟他磨了三年多块 真的假的 破了我写书的记录 真的 为什么要磨 第一个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出版业 那他我捡到这个同学之后呢 他慢慢 他一开始只认为我是个记者嘛 那他对记者很大的戒心 为什么 你是作家 你是作家 没有他认识我的时候 我是去采访他 所以我就是个记者 那后来他他也他也在试探说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写书的人 这有什么好试探 你出版的书 他不了解我们出版界其实都是文艺青年出来的 虽然年纪大了 可是我们的文艺气息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他是在商场跟餐饮界出来的 他接触到的人物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是理想性很高的人 然后他觉得不切实际 比如说我邀请他写书这件事情 他一开始就觉得拒绝 写书 呃他他他他就是退了一万八千里之类的 但后来他他也被我说服了 他觉得可以来试试看 因为很多记者也跟他提过 媒体人跟他提过说 哎脑袋里这些东西要留下来 他提供给媒体界这么多小吃的资讯都被报导出来 然后包括慈胜宫本来已经没落了 是因为他的缘故 然后使得很多作家也开始注意到慈胜宫这个很传统的味道 对那他就是一个呃 引路人引路人 他是很重要的引路人 那重点是他是在地人 嗯 他会煮菜 嗯 他懂食材 嗯 他开过餐饮业 嗯 然后他也他也游历过全世界各地 他住过国外加拿大美国日本 嗯 所以他了解这个台湾小吃这个东西他可贵的地方在哪里 嗯 他珍贵的地方在哪里 他不会因为说他今天出于要猎奇的一种心态 嗯 他会去扮演那些很精致的 那些他也有他有能力接触 而且他从来不接受业配的 嗯 他也不需要接受业配 他有在什么地方发表他自己的脸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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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脸书只贴照片 哦 但他又不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他只是把他每天吃的东西 记录下来 分享给朋友而已 嗯 他不擅长用文字思考 所以他的他的脸书的名称叫做 就他的名字 OK 好 Christopher 哦英文啊 OK 好 昌 他是台湾人 我也是台湾人 嗯 我们俩都算是那种所谓纯正的台湾人 嗯 然后我们对台湾小吃是 其实是一种怎么讲 重逢之后的再发现 因为我们到国外去生活过嘛 所以我们回到台湾之后 这些东西变成是一种 你知道变成是一种 像可遇不可求的一种 怀念的味道 非常非常 可遇不可求 就是你在国外吃不到 那当然 你要去复制他 OK啊 我可以做肉丸啊 像最近有人就很流行 用越南米纸包肉丸啊 你可以包好多层 然后那个皮就会创造出来 就是你在国外当然可以 但你会吃得到的是 美国猪真的没有台湾猪那么好吃 真的 因为美国的农业政策跟他们的粮食政策 是不要让饥荒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他们要大量供应 你想想看 那个烤鸡一只卖五块钱 卖十块钱 好大一只烤鸡 没有啊 你去Costco Camp Costco那个不算钱 一整鸡两百有找 对 鸡腿八只九只三百有找 而且Costco烤鸡是非常好吃 对嘛 对嘛 还有架子还可以煮白菜 对 那美国 美国的所有政策是这样 他最好吃就是牛肉啊 真的就是牛肉 美国牛便宜又好吃 我也认为 那我们在 但现在好贵哦 呃 在台湾现在一直在涨 美国也涨价 美国大概涨了快三分之二的价钱 到一倍 可能跟玉米袋的这个有关啦 就玉米袋的玉米 还有运送运送的成本变高 整个那个配送 然后通膨也造成食材成本的配高 对不对 但我后来就任命了嘛 因为在美国要吃什么白切肉很难 不可能 我唯一就是去韩国店 韩国的超市买他们的五花肉 因为他们很重视五花肉 对 虽然品种还是不够好 但是他们起码把它整理的非常好 你是说他们从韩国进口到美国的 没有没有他们还是有美国猪 但是他们会去挑选 美国猪不会不好啦 美国猪有一个事情很好 美国猪有一个事情很好 瘦肉精 不是卫生 对 他们的那个 绝对干净 绝对 绝对是管理的非常好 因为全世界的猪肉 我的理解 只有美国猪生吃 你不用怕 嗯 但是滋味上来说 当然当然当然 那当然日本猪跟台湾猪最好 但是因为韩国人的关系 所以我相信 如果透过一些精选 然后好好的处理它 切割它 因为韩国人吃白切五花肉 他们的白切五花肉 烧肉他们也是吃五花肉 那烧肉因为他口味比较重 嗯 那可是白切肉 你就完全可以吃得到 不会有那个海味 你真的去细旧他还是有 但是白切肉 他们要沾他们的虾 虾酱 哦 还是要沾辣酱虾酱 然后包在生菜里吃 嗯嗯嗯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我们就聊书里面的 迪化街的早餐 迪化街的早餐 嗯 来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在我们现场的是 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大道成滋味 迪化街十家的早餐物语的作者啊 傅士林 那士林他是一个作家 也是一个媒体人 他东西多了 他写的东西多了 那个蒋公司头他也出过啊 然后这个还有翻译作品 叛逆的葡萄啊 法国美食传奇等等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 这本书里面的 迪化街的早餐 那他会加个十家 指的就是 昌正浩老师 那是他的好朋友 本来他是他的采访 本来是傅士林的采访对象 结果变成了朋友 因为他 他的脑子里面 肚子里面有很多东西 所以呢 他们合作出了这本书 那士林说他花了 一本书花了三年多才完成 这会什么辣 呃 第一个就是 这个克里斯 我这个同学呢 他 幼稚圆同学 他答应 他他终于答应要写书了 可是他是一个 你知道处女座吗 他非常非常讲究细节 龟马 然后一开始他有 他写手稿给我 哎呦 但是他不打电脑的 不用电脑打字 他打太慢了 所以他用手写的 然后就会传给我 然后但是那个你知道 当老板习惯的人 都是 化繁为简 简易改 大老板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也合作过一些 很厉害的 简单讲两句 对他认为这些就是精华了 你去发挥 那你一家店 用A4的纸给我写半张 然后这个又抖大 他觉得这样 这样子就有精华了 后来我慢慢跟他沟通 我说大概一本书要成书 我们要写到5万字 至少 到7万字 那出版社的期许 当然希望写到7万字 所以我就大概跟他分析了一下 30加5万字 等于一加要多少字 放100个小时才够 对啊等于 5万字除以30加 一加要多少字 等于是 对不对 最少写个一千五到两千字 对对对 才有可读性 对 那有一些事情呢 他觉得这个不好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这些店家熟到都是 他从小就吃到大的 就是邻里相亲 几乎 几乎 大概二十七八家都是这样 哇 他从人家的阿公年代就开始吃 人家阿公还在摆摊子 还在做流动摊贩 都是他的朋友了 都是熟到一种 他觉得他应该要怎么说说一些不伤感情的话 可是他又希望可以诚实的 这么严肃啊 他很严肃 他很严肃 因为面对要 这等于是他的创业你知道吗 这个作品是他的创业之作 他是这样看待的 他认为出版是一个 对 对 然后我 我是非常敬重他这样的态度 那划三年多 不过现在成品出来 我觉得很满意 也是说他替大家筛选了一个 出来了一个三十家的这个名单 但这个名单 三十家他挑的 对 他是用他吃早餐的方式来做筛选的 那我其实当时规划里面庞大的是还包含了我们到迪化街去买物啊 你这么熟这个迪化街的物资的进出口等等的 那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些买物的这些讯息 shopping 他拒绝 他拒绝 因为他觉得每一家店都很好 都有他的优点 那他只愿意看优点 那你说做生意 做生意他会牵涉到一些成本啊等等等等的 他觉得这些不应该让消费者去烦恼 但是他认为迪化街已经本身站在那里 他就是 大家都是一个品牌的一个保证 迪化街就是一个保证 迪化街自己也是个品牌 对他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迪化街小吃 台湾小吃一定会用到油葱酥 他说在迪化街油葱酥的等级分的非常精细的 比如说我们出去吃小吃 偶尔你会吃到那个面线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昆虫的翅膀 不是 那是因为油葱酥的等级 他分的很细 是说他有去皮 第一层要不要去掉 地头要不要去掉 然后切工等等 那是上游帮我们处理的 是的 所以你说现在如果这些店家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切自己去炸 他其实他可以买到很好等级的帮你处理好的 对 因为迪化街很多都是大大盘 他不见得只有大盘 他还是大大盘等等的 他里面还有大大盘 他是批给旁边的店家的这些 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觉得如果我还有未来的三年多 我还可以跟他抹 写出来 就是这个买物的这个故事 也很精彩 然后 他写的这个早餐 为什么写早餐呢 我觉得他是 他是最有资格谈早餐 迪化街早餐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睡眠时间很短 他跟拿破仑一样 他大概早上四点多五点钟就醒了 跟我一样 我现在我现在三点 他醒来了之后呢 哎会饿啊 他又长得很魁梧 他就去了 一八几出门了 他要等到他所以他要等到六点 以前五点半就可以吃了 现在因为慢慢缺工还有缺人手缺传承的人 所以可能第三代接手说 阿嬷我可以来做 可是我没有办法五点半开始做 他十一点才来 所以我一开始跟他采访的时候 我都要跟那个五点半的那一班 跟他去吃早餐 太棒了 冬天都没亮啊 然后你可以从后门进去 我发现有别的收获 是我看到他们在备餐的过程 然后那个菜 那个台子上都还没有出奇嘛 然后他们在后台还在备餐 你可以闻到他们的炒菜的味道 还有说你可以看到 他们也不是商用厨房吗 当然 就是快速炉架在那边 然后后院还在蒸饭 然后就这一锅炒完什么 再炒另外一锅 然后最最有趣的就是说 你如果不看这本书 你不会知道这么多事情是 外面炎这么有名 可是他的红糟肉要9点以后才有可能出来 可是我去吃永远就最后一盘 一点点 剩一点点 就是那个时间 他就现钱 时间我抓不准 你知道吗 他要9点以后才有 他有锅子可以炸这个东西 9点以前他在做别的事情 他要两口灶嘛 你如果走到里面去 他有一个很旧很旧的那个厨房 两个很大的锅子 两口灶 我不会去不好意思去看人家厨房 我去偷拍过 因为他们不受访 我就是去消费 因为透过唱歌 唱歌是从那个小朋友时代 就坐在人家 他们是好朋友 就在吃 然后吃到 他有一个固定他的座位啊 哎呦 就是那个门口有三个位置 就保留席 最左边那个板前 那个位置是他的 前面 现在他做不到 前面一个玻璃柜啊 现在是 对吧 你所谓的板前就是玻璃柜 对 一个玻璃柜 而且他熟到他根本不用点菜 人家都知道他要吃什么 对他只要用眼神 那点一个头打个招呼 那自动切给他 他吃三层肉 他不吃皮 他也不爱肥肉 三层肉有一个部位就是看起来不美观 但是那特别嫩 然后又肥肉不太多 那个就会特别切给他 反正就是他们知道昌哥要吃什么 就是这个好吃里面的好吃 对的部位 就是人家吃了这么多年 他是在地人 我们都是过客 包括我在内我都是过客 我虽然这些店我都吃过 可是我听他讲完故事之后 我又想再去吃一点 所谓的重新认识就这意思 比如说像龟崔街那个鱿鱿羹 来 厉害在哪里 厉害在哪里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这么好吃啊 因为他的鱼浆里面 他已经把那个鱿鱼条切好之后 拌到鱼浆里面 他把它搅拌过混过 所以他的味道已经也渗透到鱼浆里面 然后鱼浆里面还切了很多那个芹菜末 因为我很爱芹菜 原来如此啊 就有时候我们吃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好喜欢 可是我可能说不出 说不出所以然 因为不知道过程 对不对 然后昌哥他因为他 他可能天赋异禀啊 第一个他食量够大 他可以吃很大量 比如说他每天去吃同一家店好了 他可能第一次吃的时候 他最喜欢哪一家 不是很好 他每他写的这几家他都很喜欢 而且他有他的理由 他吃第一一家店 他第一次去吃 他经验不好的时候 他不会不给他机会 他会重复再去吃 所以他不太愿意去推荐什么店 他愿意分享的店 那表示他觉得这个 这个公餐的品质是好的 绝对有把握 那因为像食物的东西 他也是要靠风土吧 对 好就像那个葡萄酒 对 那你每天吃到的猪肉 同一家米粉汤 他的猪肉来源是不一样的牧场的 所以就不一定了 对 但是他们这些小吃店 他有办法 自我要求的像Find Dining的厨师一样 维持一致 我要想办法 烹调到他的水准一致 这个就是台湾 但我觉得这些老店可能 就从供应链来讲 这些老店 可能他们的供应链采购的对象 都会刻意帮他们留了 这已经是一种 也是 已经是一种情感 所以我跑到上游去采访 你看 我从那个 我还去看了养猪牧场 我想了解科技养猪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知道说台湾还有很多的牧场 他没有在自己做育种 因为有专门在育种 对对对 那是分开来的 那个行业是分开来的 可是很多科技牧场 他们的野心 企图心就是他们想要自己育种 他们不想要跟别人用同样的种猪 那那那那那 我是知道了台湾 台湾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品牌猪了 然后呢吃不同的饲料 因为风土不一样 然后又吃不同 同时呢 比如说这个牧场 或是这个猪场 他可能也接单 接一些特定品牌 有些品牌自己没有厂 可是他有什么 他有饲料 他有配方 他客制化 对客制化 你就帮我用我的饲料 养这个品牌猪 像我翻译的那个法国美食传奇作者 他就因为去采访了养猪 他知道说猪吃什么饲料 会影响到他肉质的甜度等风味 于是他自己又养了几头猪 然后在宰杀前的两个月 他每天为他吃苹果 他说真的 那个猪肉就有那种甜香 水果甜香味出来 我知道 因为还有味巧克力的 对 那我觉得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法国美食传奇 好啊 他也是从那个食物的产生 一直讲到餐桌的这件事情 就是 就是 对 哎呀 时间好快 在定段公告 都还没讲 讲电 又一段了 待会儿回来 一定要开始讲电了 带回来 我们继续跟这个 最近出了新书 大道成滋味 迪化街 十家的早餐物语的这个作者 傅士林聊这个迪化街的早餐 他那个十家指的是他的好朋友 也是知名的这个创业家 又是美食家 又是餐饮达人 又是葡萄酒达人等等 他叫做Chris 叫做昌正浩 那从小生长在迪化街 然后吃三代 那个那些店家的三代他他都认识 对他跟人家都是 都是朋友街坊邻居好友 都像亲人一样亲 就像亲人 真的 好了我们来介绍这个 虽然三十家我们一定介绍不完 但是随你印象最深或你自己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 其实都喜欢 我讲两个 就是我 我采访昌哥之后 我才 哦原来如此 重新认识 有一个是无名的福州面店 在哪里 在重庆北路 某一条巷子里 OK 来 说厉害在哪里 他厉害在哪里 我如果不是因为昌哥的关系 我路过那里 我真的也不不太知道要进去吃啊 因为他生意很好 然后他备餐什么的 他会在他门口 那他厉害在哪里 是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高汤 嗯 哦 他自己熬熬熬熬 熬很久 那个高汤 他卖的东西很简单 因为他这么费工在做 可是他卖的品项很少 那就是一个福州的干面 干面 干面啊 以前我们说福州面 有些人说是傻瓜面 傻瓜系统的干面吗 对 但是他不一样的是他的酱 诶 我吃完之后 我跑去那个 抛扰那个下面的老板 因为有人警告我说 不要去问他问题 因为他很认真在下面 你仔细去看他 非常专注的在下 是哦 他不理你 下面对他他看起来 蛮年纪不大 年纪不是很大 嗯 可是我问他问题 我说这个酱好特别好好吃哦 我说里面有甜面酱吗 我就随便问 对他不会告诉你 没有他都低着头 还是在处理他的那个面 不理你 但是他有回答我 他说是豆瓣酱 啊 就是这一代 你怎么会吃不出来啊 豆瓣酱跟甜面酱差那么多 我觉得就是有那个炸酱的味道 他调味了 对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买到的甜面酱 基本上都是豆瓣做而已 不是去面发酵过的 嗯 不是了 已经不是了 我找了很多地方 还有很多的这个 对 然后 你刚刚讲的高汤 他那个高汤 我跟你讲 我们一般是吃黑白切嘛 就是吃干的嘛 没有啊 他这些肉都是做成汤 因为他的精髓就是那一碗汤 然后他用 非常的清澈 大骨头 大骨头 猪头 猪头 我熬的汤通常会比较 但是他会有一个handy 猪头 如果他处理不好的话 因为你知道我 但是他其实很好 我知道日本 日本的那种 那种骨拉面 他们用不同部位的这个猪骨来熬 因为他有不同的原因 像猪骨 猪头 他们说是比较甜 然后呢 猪大腿的骨 然后就是比较鲜 就是有不同的这个 就是有骨有肉 然后有些还讲就是要 要有猪有鸡 两只脚跟四只脚 鸡还要放进去一点 对啊 然后有些还要加蔬果 这个就台南牛肉汤就更讲究了 那就是那一类的做法 那这家无名 这家我觉得他厉害了 他那个 他就是都给你煮成汤嘛 那些肉 就下水了 那就是在里面 他没有很多样 没有 他就是很精巧的那几样 因为一直煮一直下 一直煮一直下 他就越来越鲜越来越浓 像老鲁的概念 就我所知 这个煮肉 煮黑白切 跟他下面的 跟那个高汤 他其实是分开的 要分开 他分开的 不然他会越来越浊 嗯 浓嘛 那没有分开 都是麦面盐 他们是用鸡肉的高汤 他比较清鲜 就琴类的高汤 是比较清鲜的 可是像昌哥就会跟我说 我说卖面盐 我觉得面有点油腻哦 因为我去的时间晚嘛 对我也是 他不是 他是吃人家那个 一大早 头汤 头汤 头汤那多好啊 那当然清啊 不油啊 就是像这种 这种故事 我们一定要透过昌哥的引导 我们才会了解 才会知道 所以时间不同 时间不同 你吃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真的 虽然是同一家店 真的 即使在台南吃鱼汤 也是 台南的鱼汤已经算是非常讲究的 可是你套杂去吃 跟你接近中午去吃 绝对不一样 鱼汤的味道是不一样 鱼的味道也不一样了 虱目鱼汤 对 还有就是 我们是吃很多 海鱼都可以做成汤 你难怪我就 不懂 台南人一大早就去吃早饭 然后就吃吃吃 很多人都愿意早起 我真的很佩服 我现在是可以早起 因为年纪大了 我告诉你早起真的是 有福利啊 我不是 但是不得已 身理实重已经变了 你最晚七点半一定要去吃这些早餐 像大稻城这些早餐 懂了 还有另外一家是那个杨家 等一下那家福州面 他的面条 面条 面条啊 他好像有 现在肯定不是自己做了啦 就是他有分粗细 对 你喜欢吃粗的细的 圆的扁的 我喜欢吃 呃 圆的扁的 我喜欢吃圆的 你喜欢吃圆的 对 因为比较 比较 我喜欢吃细面的 爽口对不对 那个那个感觉 对 我不太喜欢吃那个 那个蕾丝面那种卷卷 啊 OK 因为他中间的有面心 然后两侧是薄的 所以两侧很容易就很糊掉 对 除非他下的很好 但这个福州面 我觉得他下面的那个时间 抓的非常好 不过现在做面场跟以前又不一样 现在做面场有很多不同的 应该讲组合啦 对不对 对 他们一定都是有配合的面场 对了 配合的 他的要求 因为像那个我家住在那个 以前住在永康牛肉面附近 哎呦 东门 离他们这很近啊 永康牛肉面的面条 是我朋友他们家的面 永康街牛肉面 不是永康街 是永康 永康 对 在金华国小后面那边 哦 那个 他的面条的供应商是我朋友的爸爸 哦 切面店 那他是有独特的配方供给他 所以他是圆面条 但是他是略粗的 哦 不是那种一般的那种 纸面条 指定尺寸的 哦 对 OK 那另外一家就是杨家 杨家 早餐店 哦 他叫早餐店 安西街 他是面店吗 他不是 他是个早餐店 他什么都有 但是我告诉你 158页 哎呦 他他有个东西就是昌哥跟我说叫我去吃那个胡椒饼 我刚说胡椒饼啊那个饼皮好硬哦不是很喜欢 哦 OK 老面叫我去吃这家老面发酵 这家的胡椒饼是从他的阿公开始卖也是挑个担子在卖胡椒饼 做到现在有店面了 然后他们的后代也接手了 那他们现在是用那种可以定温定食的那种香药烤箱 那以前那阿公是用炭火啊 以前以前那个就是一个汽油桶里面里外铺了铺了泥巴的那个嘛 对 对就是谢可皇专用的贴在上面贴饼这样 然后他们家我真的还蛮惊讶 因为安西街有一家很可爱的小旅馆 一个台湾年轻女生留学意大利学设计回来之后 我去租了这整栋老房子然后把它改装回来 我常常会去住 因为太可爱了 然后我就会去逛早餐嘛 啊你为了要逛早餐 所以去 对 究竟 因为我常常去迪化街去买毛线跟我做拼布的材料 所以我常会留在那部线 兴趣广泛 我曾经是家庭主妇 我兴趣很广泛 然后这家早餐店我就觉得很纳闷 他十点钟就什么东西都没有 卖光了 三明治 我早餐不爱吃三明治啊 我就是要吃他们家的饼或饭团 后来我认识昌哥之后 他跟我说 哦你要一定要去吃他的胡椒饼 他胡椒饼是最早卖完的一个品项 那他的饼皮很特别 他不是硬的 他是改良过的 他是比较像那个 他的面粉一定有动 法国面包那种做法 他有弹性 他薄 然后他也软Q 那胡椒饼就是你如果冷掉以后 你回家烤了再吃 真的很好吃 他还有个葱饼 同一类的面 然后那个葱饼很 那个葱饼就有点像谢可黄的意思 也没有就是一个葱烧饼 葱烧饼大大的 方的长方 所以讲葱烧饼冷了之后还是很好吃 就很适合就是你踹着他去搭飞机 不要去 不要去机场吃牛肉面 老面 很香很好吃 面本身 面本身的特质被他发挥得很好 就像昌哥喜欢吃油饭 可是他吃油饭 他在意的不是那个酱 他反而会说 你不要给我放甜酱 你可能也不要放卤汁 或卤汁放一半 也不要放那么多 他要吃的是那个糯米本身的 那一个香 香甜 因为糯米越嚼越甜 对 香甜 对 然后那个米是有米香的 就是他 他的吃法跟我们一般人的吃法就不一样 不是他吃门道吃出门道来了 他吃了几十年了 他也60岁了 吃了一家子多了 50多年了 所以这家 这家你说这家早餐店 这家早餐店 10点钟就卖光光了 10点钟 那个胡椒饼就没了吧 你最好打电话去跟他预订 他只做一轮 他做好几轮 但是生意很好 但他那个有限量 因为胡椒饼 他有座位吗 他有座位 他有座位 有 然后他的饭团也非常好吃 他就是那个 他很在意他们那个糯米饭的那个湿润度 所以他放在他木桶里面 他会不停的去给他 老派做法 他会给他撒水 他会给他撒水 保持他不要那么干硬 他这个撒水就让我想到那个鱿鱼标 你知道那个慈生公有一个 纸麦鱿鱿鱼 干鱿鱿鱼切盘的那个鱿鱼标 你到那里都有座位啊 你要到庙里面找个位置啊 不是 庙广场啊 庙广场有位置啊 前面 没有啊 很少有位置啊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说庙广场 你要点这家才能做这家座位 你这家座位你不能拿别家的坐在这里吃 不行哦 可以啦 不行你错了 我被赶过好几次了 我都可以耶 所以我后来 我吃叶家霸媒 然后就点完之后 我就说 那我要去 可是你有叫 你有叫两家的东西在一桌没关系 你如果叫A加做B加的桌子 是是是 当然 不行 这是礼貌嘛 对对 所以我后来都做哪 你知道 做哪 你做妙的阶梯 对对对 我们在清淡广场 真的我做阶梯 对 来我们继续跟大道成滋味 迪化街十家早餐物语 这本新书的作者 傅士林聊这个迪化街里面好吃的 好吃的小吃 好吃的馆子 那为什么叫早餐 是因为 因为他这个跟他共同创作的 这个作者 作家 叫Chris 昌正浩老师 他是早上就开始去吃这些店了 那其实 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这些老店 你时间早去吃 可以吃到 就等于是把他的这个 极致化 可以吃到他最好 最优质的这个时段 就是早餐了 因为每个时段 他的味道可能都不一样 刚刚介绍了这个 早餐店 还介绍了福州面 来 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厉害的店 其实都厉害 30家都厉害 你喜欢的 这30家我都觉得很厉害 好吧 那我也得花时间 然后像很有名的慈胜公 我们刚刚讲到慈胜公 对 慈胜公 那个鱿鱼标 我刚刚在讲的是糯米饭 他要撒水 然后就想到那个鱿鱼标 鱿鱿鱼标 他自己也创造了一个撒水的一个电动的一个装置 哎哟 因为那个鱿鱼 他们家鱿鱿鱼很特别是 他是比较韧的 干韧的 干一点 对 牙口要好 对 然后很香 就好像你是鱿鱼干的那种口感 香一定是时间浓缩的味道 对 跟那个双联 捷运站出来那个企鹅纹不太一样 企鹅纹他就是发的比较水嫩了 但他还是有口感 我们一般吃到大部分都是偏水嫩的 鱿鱼标真的很特别 我觉得他大概是台湾绝无仅有的 而且他是慈圣宫第一家摊子 他当时是个流动摊贩 然后就 呃 就这家伙口还拖了一个小小小宝宝这样子 然后那个 那个可能是那个妙公觉得说啊这样好辛苦 啊 让你在这摆摊 他摆了摊之后呢 后面就陆陆续续有人来摆摊 我跟你讲慈圣宫啊没有收任何的电租 真的假的 真的这么多年来 然后这些摊商啊 我觉得他们也很可爱 他们几乎没有在卖重复的东西 然后他们也遵照他们原来的这个 呃 烹调的方式 他也没有说我一定要与时俱进 改掉我什么 没有 你看那个叶家肉酪 他供应的就是早期 嗯 有一点点油车 就是有一些油脂 然后让你可以 呃 维持一定热量的 要有体力 对 但是他是热食 要大桥头附近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炸物 你得要上工嘛 你看嘛 对 就是糯米饭是大桥头的特色 嗯 糯米饭油饭 然后再来就是像炸物 嗯 你看万华吃那个碎味要配炸物 真的 可是你去台南 吃碎味没有再配炸物的 嗯嗯嗯 欸对啊 那他们也是啊 他们也是一些早期的苦力 劳动人口 必须上工前补充吗 我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台南建成四百年 台北建成一百四十年 然后台南的那个小吃 已经可以扩散到他每个角落 啊 所以他是人人都在吃的 嗯 他变得更加精致化 嗯 就是我们所谓小吃的 Fight dining 那你就是去看台南的那个样子 嗯 啊 很丰盛 然后都是吃很清淡的东西 对对对 啊 吃鱼吃海鲜 可是那个大道成现在还保留的就是他原始 在这个街坡地区的经济特色 对 往大桥头那边生活 他就是油饭炸物的一个生活的样态 对 集中集散地 但是你在这个永乐市场这边你吃什么 其余米粉汤 哎 哎他也有炸物 但是不是大宗的 啊 就是这一类的 嗯 呃他是比较怎么讲也不是Fight dining 他就是比较没有要吃到很饱了 是吗 没有讲没有在永乐市场这一头 是哦 他还有什么 是要吃巧的吃巧吃好的 还有福州丸 你说福州丸是吃什么 点心啊 福州鱼丸以前那个老阿伯 他卖福州鱼丸 鱿鱿鱼羹 那个是吃点心啊 啊 但我们这个这个昌哥这个 他小时候去吃那个老阿伯他是他一口气吃六碗 然后那个老阿伯都来不及坐给他吃 他捏碗子才来不及 一碗是几颗 一碗两颗三颗 六碗十二颗 十八颗 哎呦 哎呦 不少 真的 真的 福州丸里面还有包肉 对对对 对他来说这只是他点心啊 是哦 哇哦 你要有机会 我跟昌哥去吃早餐 我第一拖跟到的是五点半 六点 然后我跟两个那个日本的朋友 啊 女生 然后他带我们吃了三摊 啊 饱了 我们吃第一摊就吃饱了 因为他没有预告后面有什么东西 他就以他觉得应该要吃到的东西 没有还有一个就是推荐款带分享 推荐款带分享 他就带着 他就带着你们 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多认识 我也觉得很荣幸这样 多认识几个 尤其你又带了日本朋友 对不对 对 所以他想多介绍几家 让你们吃吃 然后吃了店家 这些店家 我觉得其实昌哥很多东西不吃啊 猪皮不吃肥肉不吃 所以他其实以前不太吃猪脚 所以他养生 然后那个不是 就是他天生有些东西 他就不吃或不敢吃 鳗鱼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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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不好看不吃 哎呀长得不好看 看到猪头后就不吃 看到鱼的眼睛不吃 是哦 整条鱼不吃 然后所以他其实鲨鱼腌到很后期 如果是特别的鲨鱼腌他吃吧 什么叫特别的鲨鱼腌 以前可以吃的豆腐鲨 因为为了为了要尝试一下说 这个东西这么特别 试试看 可是一般我们现在用的水沙的那些小鲨鱼的 味道比较重的 他不吃的原因是 味道太重 不是环保身体 因为他说他算是绝对味觉 这个我还蛮佩服他的 他也不寄烟酒 那我们一般人会想说你抽烟 你喝酒你味觉还很灵敏 但我认为他是 他确实是天生的 所以他会吃到 比如说卤肉饭里面不可以有瘦肉 为什么 他说那个瘦肉煮久了会发酸 还有就是比如说 这么严格啊 豆腐油豆腐或豆腐卤豆腐 或者是清汤煮豆腐 那个豆腐如果店家 因为送豆腐来的时间很早 如果店家把它铺在外面 就是通常都是放在门口 他很容易发酸 我们可能一般人要到那个豆腐 已经酸到不行的时候 我们才会吃到那个酸味 可是他可以吃到那一丝丝的酸味 那他讲了你再去吃果然 果然 我可以去吃 比如说他挑选出 我可以去吃豆腐 像武昌街有一家无名面店 一般人都说他是什么荣辛小吃 不是啊 那个招牌跟他没有关系 他的那个煮的那个豆腐 就是用柴鱼高汤去煮出来的豆腐 他豆腐就他他的管理很好 日式日式风味了 对但是他又有台式的风格 那个豆腐你就吃得到那个豆腐 就是很好的豆香味啊 像我很喜欢的那个香满园 我看到这照片 那个卤肉饭 超级好吃 这个这个挡不错 他们家豆腐也好吃 这谁拍了 你拍的 这个是我摄影师拍的 后面还有炸排骨 炸的排骨 香满园 他这个炸排骨算是新的产品 是吧 值得一试 好的 值得一试 他比较像上海式的 还有金针上海式是怎么样 他的面 沾薄粉 他外面的那个裹的比较 他不是那种酥酥脆脆的 要腌 要腌 五香粉啊什么的 对不对 盐 胡椒 五香粉 很像早期我们吃的 那个排骨菜饭的便当 的那个肉 就外面没有大面衣了 没有面衣 但是他不是炸过去卤的 嗯 那如果现在要相比的话 这是炸的 这不是卤的 军月排骨那一类的做法 薄的外衣 军月我都觉得还算 还算 还算有点厚度了 对 我小时候 我是上海人了 我爸爸炸排骨是 没有面衣了 OK 对我们就喜欢 一点点酱油 难 还要把它炸的软 而且要带骨啊 要带骨 不带骨 但现在你要买带骨的 都更贵了 带骨肉甜嘛 但太贵了 骨都先修 不是你才比较 你是放心嘛 对不对 是 不过这个照片太厉害了 而且 这个香满园 我是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你看这个 他那个肉 肉那个 有皮又肥 还有这个 我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了 我讲真的 我看不到这种这种这种卤蛋 卤到这样 你知道又有点硬又不太硬 嗯哼 要QQ 对不对 你不能不能 把一个卤 蛋白已经卤到有Q度出来 而且有味 有味 有味 而且每一口都有味 对 然后他们也是 也不是商用厨房啊 就所有小吃 就时间嘛 他基本上并不是用我们餐饮的那种商用厨房在煮 对 他也没什么控温不控温 他完全是靠人 啊 大家不要以为香满园是个是个餐厅啊 不是 他是个摊子啊 摊子小小的摊子 已经很久很久了 哎呦 才30块 我2000几年啊 2000 2000年啊 我我我 我好像是台湾第一个媒体去把爆出来 我在一周刊的时候 是哦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 我那时候很挣扎 可是我们要做一个卤肉饭专题 嗯 我很挣扎 但我真的觉得 当时 挣扎什么啊 我不想让人家知道啊 哦是这个意思 那怎么行啊 因为知道的人就知道 他在那个地方 他在现在这个点卖了很久了 还有这赤肉羹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吃肉羹 还有那个金针 金针肉羹汤 他清汤的 清汤很少人做 对 没有 而且放金针 金针 你要有胆识啦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些金针里面有药味 你知道吗 嗯 因为多数都是 而且要把它里面的心摘掉了 清干净 清干净 要不然 要不然里面会有一些药 那所以不是那么好做 所以很多人就省了 那我喜欢吃 赤肉的原因是 我觉得那个 才是真正的肉感 我不喜欢那种 裹了一堆姜 然后那个 这是两种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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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为为什么他后来决定他不要在国外定居 因为他太爱吃肉羹 他爱吃到他 他要自己做肉羹 当年呢 吃肉羹 当年美加是没有人在卖鱼浆这个东西的 哎 那个那个年代是没有 我1985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没有 鱼浆这个东西的 自己打了 自己打 那你要买鱼来打 对对 你要还要会打 不现在现在 现在容易了 有调理机了 对对 但是他姑姑教了他 姑姑住在纽约西 教了他说你用那个 鸡的 鸡胸肉 我后来我后来自己在美国做鱼丸也是 用鸡胸肉打成泥 鸡里有条 鸡里有条加虾仁就好了 哎呦 用加鱼也可以 但你加鱼也可以 因为美国人处理的鱼 鱼就已经是冷藏的 或冷冻的 他没有那个太浓的鱼纤味 没有了 所以就要补一点鱼露进来 这还蛮有趣的 那是590 对 我真的 我真心觉得 因为我们自己养小孩 要自己做饭 所以我透过做饭 我回来去看这些小吃 我还蛮感激 就理解 他们就等于是我的阿嬷 妈妈的厨房的延伸 就你的私俗 厨艺私俗 对 因为他们还保留着 在家用厨房做菜的那个整个工序 他们不是说我省略掉什么东西 那现在有很多的机器可以 可以取代人工 一直在进步 他们没有 哎 好啦 这个时间永远都不够啊 你看那个跟士林一聊啊 这都不知老知将至 讲到吃都是这样 四段都用完了 最好的方法很简单 大辣出版社 这本书叫大道成 欢迎大家买书来看 对对对 大道成滋味 迪化街十家的早餐乌鱼买一本书 然后呢 每个周休二日啊 一天吃个两家 对不对 对 然后不断 然后一个是五点半开始吃 一个七点吃一轮 然后下次呢 隔两个礼拜就去吃九点的 再隔两个礼拜吃十一点 你要做个记录 看看是不是真像他说的 不同的时间去 所以我为什么会住在那个 安息街的小旅馆 你就是你就是 你就是为了这个 哎 这个是好好 idea 是一个好办法 对 我觉得应该应该应该推荐给 旅行业者 让他们理解可以这样做 对不对 就就一方面也是繁荣地方 一方面也是 最在地 最inside的这个美食之旅 而且小吃摊有一个问题 是他不定时休 他有表定的 但是他有可能 因为今天人手怎么了 家里有事 所以他不会上网告诉你 对不对 他没办法 如果他有脸书 他会告诉你 像外面言 现在就会在脸书上 宣布一下 哎呀我今天要休假 对对 我也是就这样 那如果没有脸书呢 因为他门口的那个路数 台风来了 公务局来叙述 所以他就不能做生意 我也是就这样子 但你有时候打电话 他也没空接 不要怪他们啦 好了 今天谢谢副司令到我们现场来啊 大道成滋味 迪化街十家早餐物语 这本书值得拥有 今天祝你这本书可以卖了很好 下次下次要再出你说的那本 那个叫什么 买物 迪化街买物 迪化街买物 谢谢拜拜 有机会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